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15日 这是今天第六场多奥典型结果 刚才临时查播的是一个短消息 那么谈谈这个大新闻 最大的新闻现在是这个哈马斯 这个行动,也就是以色列的反击 老拜登担心以色列展开地面进攻 如果那样的话,有可能使这个舆论逆转 甚至使这个阿拉伯游的国家会参与 那可能就麻烦大了 所以刚才的新消息就是 美国的新闻网站刊登条消息 讲到两名以色列官员证实了 透露了以色列和美国正在讨论什么呢 拜登马上就本周晚些时候将前往以色列 亲自去,我认为他就是为了劝阻 这个以色列总统内塔侯 展开地面行动 就是让巴勒地正面行动往后推迟推迟 报道说呢,拜登的访问 其实在于哈马斯的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 也是向伊朗和里巴勒 珍珠党发出的,不要加入战斗的信息 这是法广当时报道的 这个消息非常重要 他说内塔侯总理在周六 空话中邀请拜登访问以色列 以色列第十二频道首先报道这个邀请 因为你电话交谈不安全 只有面对面才能作敌才能有交易 对吧,那个才能保命 而且还可以现场还发挥,对吧 所以他这个事是相当大的事 就证明老拜登急了 因为很难劝阻这个内塔侯 内塔侯这个人大家都知道 是吧,他的哥哥够猛是吧 他这一次他对这个哈马斯 这个可不是说得玩的 绝对是大动作 从地球上给他抹去啊 所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拒绝发表行论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的安娜沃森 告诉一个新闻网站 我们没有新的行程要公布 就这么透露 这么情报系统透露这么一个消息 也就说明未来几天 这很可能老拜登不顾年事已高 马不停蹄直奔这个以色列 要转给卧穴 能不能劝动了他 现在这个很难讲 我们来看看另外的消息 都和这个巴里局势有关系 一个是你看 快讯王仪与伊朗和土耳其通话 这个文章是中安社报道的 他说呢 这个针对尼巴封土 中国外长王仪今天分别 和伊朗外长阿布杜拉 西安和土耳其外长 费丹通的话 伊朗方面表示 希望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问题 王仪称中方正在与各方面沟通 防止战火扩大 这是表面 做了表面文章 先不去提的宣传 中共国是狡猾 一贯是这样 你看欧武战争也是 还假装和平 假装是中立 其实它并不是中立 我们来看看 另一篇文章 以巴封土 中国是玩家 这是中央社发表另一篇文章 他讲 他引用了邓宇文的观点 邓宇文的观点 我同意一半 他前面讲 中国在 中共拥有庞大的经济力 如果巴以冲突 演员一场战争 将阻碍 中国在 中东推进一代一路 因此 中国会斡旋 巴以冲 成为其中的玩家 而不是旁观者 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 他是背后的 就是伊朗 伊朗背后就是中共 中共现在想的 已经不是什么 做生意啊 什么经济利益 想怎么能保 自保 对不对 回过他政权 他和这政权 和这个普京 是连在一块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 已经拆不开了 如果说没有这个 这一次这个 哈巴斯突袭 以色列 转移这个 美国的经历的话 那一鼓作气 很可能 乌克兰就弹掉 这个 死了 对吧 弹掉了以后 普京的下场 那大家都是 都可以知道 几乎就是 上大我们这个结局 对不对 搞好 像一个压缺 到国际战乱法庭 受审 然后一根石 就给他挂上 是吧 如果那样的话 那对习近平 是 毁灭性的打击 他着急啊 他是为了救 普京这一招 否则李鸿忠 不可能夸 在现在的时候 夸习近平 是凶财大略 我跟你讲吧 但是我们听听 他的观点 是怎么讲的 他说巴勒斯坦 这个 巴勒斯坦 伊斯兰主义团体 哈马斯7号 对以色列发动 突袭 是促使以色列 激烈报复 针对巴以冲突 中国的 中东问题特使 叫侯决 你看通过这个规格 就可以看 他不是真心的 真心 他应该是 王一马上去 直接去 谈 他怎么还拍一个特使 这就证明他 很久啊 他这就做了一张牌 这个缓冲 缓冲一下 能进能退啊 他要观察下一步的发展呢 他说 即将访问 中东有关国家 与各方进行协调 并使中国工作方向 停止 带火 保护平民 缓和绝世 推渡和谈 德国自身 14号看出 邓宇文的文章 他说 侯军近日言论 虽强调 中央在巴勒斯坦 为他没有私利 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公正一边 但立场上 情感上 偏向巴勒斯坦 之前他 这一点他讲的对 他说 中国官方 偏向巴勒斯坦 一点不奇怪 因为这是一贯的立场 因为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就知道了 就支持支持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是吧 中国一贯支持他 是中国外交部在最后的声明中 基调温和 没有谴责哈马斯空袭平民的行为 后来因为以色列不满 就参与了多数党领袖 舒默来来访批评 才专业对伤害平民的行为 进行反对和谴责 我看了他那个表述 没有往前走进 走多少 没有改变多少 这舒默自我感觉良好一点 其实没什么变化 今天总表述 说令王毅近日和巴西总统 同化共证当中 指巴勒斯坦问题 是中东问题的内核 正且在于 一直没有巴勒斯坦 人的一个公道 这根本代表中国政府 对于巴以冲突的真实立场 他文章认为 王毅不隐藏真实立场 和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 长期利益有关 即中国在中东的长期利益 是巴以实现和平 中东实现和平 这样中国经济力量 才能失落中东 也就是说 邓宇文认为 中共会斡旋 是因为中国希望得到和平 和经济发展 我认为不是的 习近平现在恨不得 人家能够搞出点事 他们自己 让他们陷入麻烦 他们才没有精力 顾及俄乌战争 对不对 因为川胖子 当时有事故 你别看拜登讲的什么 同时可以应对良长战争 但总比总不如应对一场战争 那么从容不迫吧 对不对 何况还有第三场战争 台海呢 那你美国也别吹牛 对不对 那不是吹牛的 你的子弹多打一发 吃去一发就少一发 对不对 吹牛有什么用 这个巧合南米 五米之锤 我们都知道 是不是 那加点到一定程度 你想 中国到现在没消耗 你看到消耗了吗 美国现在消耗大着呢 包括 以美国为首的欧盟这些国家 对吧 欧洲这些国家 在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现在最大的受益者 我跟你讲 另外 美国在打这个仗的同时 就作为代理人战争 这一次 现在中国战争 已经发展到代理人战争 对吧 你看 总在报道美方这消息 包括那些战术武器的设备 特点质量 你看中国 一时都没有 你不知道他手里有啥东西 隐藏什么东西 这都很难讲了 说不定他就有力气 是你美国所没有具备的 也不要小瞧 对不对 因为中国人还是很聪明的 是不是 这个是很大的事 我认为 他这篇文章讲 他说中国通过经济内障 展现对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 因此 只有以色列实行与巴勒斯坦 以及以色列实行与其他阿拉伯外的和解 中东和平才有可能 从而为中国在中东发布 经济杠的作用 提供一个好的地缘政治环境 他把这个中国我想的太善良了 他还想发展经济 就现在这个形势 在中国内部经济已经完蛋了 你看李强现在很尴尬 怎么救这个经济 那搞不好就是一场 其实革命就在运行 他现在压着他 对吧 并不是像他讲这样 我认为他讲对了一半 说邓宇文最后分析 由于巴以和解是中国的长起力 所以中国会去斡旋 一样的冲突 他斡旋还能拍个特使 那王毅不知道一个 一个girl跑去了 你看上次缅甸那个事 他就直接去了 说去了就政变了 这还是中共玩家 是中共在里面 我认为 他支持伊朗 他为伊朗策划好的 伊朗和他一块 说不定在这之前 他就给这些 哈马斯这次 可以再讲的 好准备 突然间这么多宝核攻击 数千枚飞弹 同时飞向这个 以色列 那哪里来的 那说不定是中共搞 对不对 通过其他方式 早就在酝酿这个事儿 这才是叫怪兆 才是展现了 雄才打掠 知道是吧 但是最终还是蠢财 要美国可得干的话 美国可得干败了 他不就蠢财了 那当然他给美国干败了 他就雄才打掠了 是不是啊 这是很大的事儿啊 我认为这是我个人观点 不一定正好 因为你老邓文章写得很好 我都喜欢看啊 你再看另一篇文章 阿巴斯 你看这个老美 你别说他现在国际舞台上还是有地位 他这么喊一勺的 现在好几个国家都在这观望了 都在虽然他们同情 做了阿勒勃国家的 肯定他都不一样 穆罕默德 他有宗教力量 他还同情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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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应该讲 哈马斯 他心里他们在 哈马斯 不敢动 不敢参战 这些只有黎巴顿现在搞点动作 阿巴斯 竟然出来讲话 你说哈马斯的行动 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你看他就自己摘出来了 这很有意思 这是证明美国还是老大 你看他说 据巴勒斯坦官方通信社 瓦杜法的消息 瓦法社的消息 15号报了 巴勒斯坦民主权力主席 阿巴斯 表示呢 伊斯兰组织 哈马斯的行动政策 并不代表巴勒斯坦 平民 知道 知道 报道称 在于委内拉总统 马杜罗的通话当中 阿巴斯还称 巴勒斯坦解放处置是 巴勒斯坦人民 唯一的核华代表 这是法塔赫 说他内部很多派系 也这个是温和派的 是吧 说是 阿巴斯总统 重申拒绝 双方杀害平民 并呼吁释放 双方平民 囚犯 则被拘留者 他从神拒绝暴力 他说 致力于国际合法性和签署协议 和平民众抵抗和政治行动 作为实现我们国家目标的道路 强调必须寻求结束占领的政治解决方案 阿巴斯表示 需要立即停止以色列国对我国人民的侵略 保护他们 并允许向加沙地带开放紧急人道主义走廊 提供医疗用品和供水 为那里的公民提供电力和燃料 现在这个什么都断了 说大概电力还是很短的时间就完蛋了 就一片漆黑了 吓死人了 他报道说 阿巴斯总统再次完全拒绝我们的人民 从加沙地带流离失所 因为这对我们的人民来说 无疑是第二次灵灾难 这证明还是老拜登在里面的其中一个 老拜登劝这个各方不要升级 不要参与是吧 甚至现在要跑一趟去见这个内塔湖是吧 要跟内塔湖当面了 要停一停 要阻止他 阻止他发动地面战争 再来看看 刚刚看到的消息 欧盟关于中东局势的共同立场的声明 你看中东现在最大的问题 高炮就中东战争了 所以现在中东发表了联合声明 他说这是发广的消息 10月15号 欧盟最高决策机构 欧盟关于中东局势的消息 由欧盟成员国元首和政府收到 即欧盟理事会 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的欧洲理事会 就中东局势发表声明 邓宇文说这个应该用在他身上 就是欧盟现在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 由于他们做声音 是吧 他在别人打仗 中国现在已经逼迹演了 没有别的路啊 他是希望打仗了 现在这个情况 要他不可能给 清美派的清港草解 把了这个李尚富吹就他腐贵了 那美国当年制裁李尚富的时候 当时我就讲 一定是很多钱存在这个地方 他钱少的话 美国能制裁 他钱多说因为他不连接 对不对 他自己如果就靠工资 就李尚富那个工资 一个月也就算 一万块钱到头了 对不对 他能存在美国那么多 一吨美金 他不会少 少于一两个亿 我就跟你讲 要不美国怎么能掩护 护他这个钱 那为什么那时候不做 他应该那时候 我李尚富一做 那就是你看 挺坚持人的 美国提供的是 活生生的证据 贪污受贵的证据 对不对 非法 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就这一条吧 对不对 你现在你追究 肯定是因为政治原理 政治原理是什么 国家战略 由清美变成了清俄 至于在之前 编这些故事 什么傅小天 傅小天 人家中共就是放了一个鸽子 你原本就是一个女特务 到处飞 那女特务身上有这个零件 肯定就通过这个诱惑一些男的政要 对不对 就搞这些名堂 没什么奇怪的 你过去那个 你想 磕磕磕磕磕 都是那样 中情局那些也都有 这些破事吧 是不是 这个时候还是我认为下了一排很大的棋 就是习近平现在由这个亲 过去是亲美 对不对 后来一点点就把亲人亲额了 这一两天普京就来了 他俩就紧紧的拥抱了 对不对 我们还看看欧盟的观点 今天欧盟理事会成员国通过了一项声明 确定了欧盟对中东正在发生的局势的共同立场 欧盟以最强烈的措施谴责哈马斯 以及以以色列境内 不分青红皂白的野蛮的恐怖袭击 他的观点我比较赞成 我也认为他应该是反击 但是这个反击不要过度 因为什么 你这个很难把哈马斯和人肉对白老百姓把他摘开 对不对 那就得采取什么定点打击 尽量少向上帝去 就拼你 然后你多打击 慢慢的趁实验场 先别着急 别情绪化 别把那个救回薪酬的一股脑都发到 因为人家家撒那么一个狭长地带 是吧 那你很麻烦的 会使一些过去比较同情 不赞成哈马斯的激烈观点 导向他们 决一死站不就麻烦了 对不对 这本人观点观点 他讲这个是为了 九欧盟 他说并对生命损失甚至遗憾 恐怖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我们强烈强调面对 各种青红皂白的暴力袭击 以色列有权 根据人道主义和国际法系的自卫 我们从神必须确保在任何时候 按照国际人道主义的法则 保护所有平民 声明补充讲 我们呼吁哈马斯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 他人质他不会 到现在这个时候 他不会释放了 他靠着用最后的自保的手段 到最后的时刻 对吧 我们从神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的重要性 并随时准备与合作伙伴协调 继续支持加沙最需要帮助的拼命 确保这种援助 不被恐怖组织滥用 防止地区局势升级 只管重要 也就是说 欧盟是发自内心担心 阿拉伯有的国家介入 你看比如伊朗 伊朗还旁边这些什么沙特 什么埃及 什么的一把论 你看多着的 一旦加入就麻烦到了 麻烦大了 所以国家感觉好像挡不住了 声明表示 我们能致力通过 从政东东和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 在两国解决方案的基础上 实现持久和持续的和平 强调有必要 与巴勒斯坦合法当局 以及区域和国际伙伴广泛结束 他们可以在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方面 发挥机器的作用 其实他这个声明 作用远远不如刚才阿拉伯斯的观点 在家老拜登马上就要去一趟 劝一劝内塔 老命 你这个老胡 怎么叫老胡 你别清晰话 你等一等吧 这地面要进去以后那么容易呀 是不是啊 你明天国王棍怎么讲的吧 是吧 因为都给国王棍遗忘了 你看国王棍的观点有道理呀 你说不定人设个圈套 就让你进去 进去就陷进去了 是吧 因为底下是个空城啊 上面有多大 底下挖的多大 你看里边500多公里呀 你吓死人了下半 那里边去了拐弯了 什么都能运 里边什么都有 他能抵抗一阵子 估计连发电机都有 自己发电也在里边 他有电才能充电 电才能手机充电 信号什么东西是吧 所以这个很麻烦 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 说你地面给他炸平了以后 完了 他主动就出来了 像干这种事的哈 这个哈马斯 他都是决一死战的决心 对不对 绝对是这个强硬啊 像厕所的舌头又抽一阵 他自己是不成功变成人 你看那个历史上 那些书记写这个故事 你很难改变 那宗教的力量太强大了 所以这个我讲不好 因为本人是完全是鹦鹉学舌啊 抽热了 我看了以后我很担心啊 就是这个恐怕 比较难以化解啊 假如就是老拜登经过去以后 苦苦喝去能劝内塔湖就是说 缓缓一缓 缓个一两个月 尽量让那些就是撤出的老百姓 想走的人都跑出来了 而且现在处理人还要 北韩国难民属 要把他们合理的安置 和安置好 你看像乌克兰不就安置了很多 有些人同步都来到加拿大了 是吧 安置处境了 比如说只剩下的很少的人时候 然后你地面在 部队在进攻 也不要把整个 说是你把哈马斯从地球上抹去 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总要残留一些东西啊 这种极端的口号 不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心情当然跟理解 那肯定哈马斯这个行为 实在是像老百姓这样 是邪恶的 确实非常极端 但是你看看他那些 就数千年的历史 你就看了圣经一开始 看了再想一想 这个事也不奇怪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记得 我就是历史爱好者就看了一事 就看不明白 这怎么会是咱们之间的 后来证明 原来是这样 其实最早追溯 其实都是一家人 都是弟兄 是不是 就是圣经里边的故事啊 随时的真 还是假 咱们不知道 反正是说心里话 这个事是真是麻烦一个事 很难解决 你为什么你看美国加拿大 这些人都来到自由世界 分成两派 两派在街上也是斗的是 这个非常紧张啊 如果从警察不从中间隔离的话 说不好就掐起来了 是吧 所以这是真是自由世界的好处 就是说呢 大家都可以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社会阶层 不同的辐射 不同的性格 但是 无法是独立的 还能 还能一起生活 是吧 那就非常好 你不可能没有分歧啊 你就是像在中国是一样 有的人呢 从这个赞成共产党 我也见过 发自内心赞成共产党的 有的恨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 有的是交叉两只船 所以我看 等共产党快垮的时候再倒下这人 也可以理解 也是差不多少 但是我看有一种观点 说是中国要打台湾的话 也会像哈马斯这样 这个不至于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和台湾之间 没有这种宗教的问题 大家都是中国人 他其实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两个政治强人 各拿一伙人 搞这么两个集团 什么革命反革命 互相整 整到最后一个一流问题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哈马斯 比如这个 李斯利的时候 是还有相当的 本人认为 这是我自己比较善恋的愿望 但是像习近平 现在这种极端思想 命令呼吸信 当年不就讲的 仿射多少核弹什么东西 那种吹牛皮 中国的国庆 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 你这个台湾太正 不用打仗 就民主选举 最好是现在 赶快把这个 金给的 这场战争给的结束 因为普京逼到什么 就是俄罗斯这个小地方 然后围他 围到一定程度 给习近平下 这个施加压力 因为俄罗斯削弱了以后 你想在俄罗斯 在中 黑洋江边境 就有一个漫长的边境 现实民主政体 就颜色革命 就颠覆习近平了 然后逼迫他进行 放弃一党 说不定哪件 去手投降了 他怕死 一看到底狼眼四起 跑一跑不了 是吧 这个老百姓也不买上 也是这个风起云涌的 这个群众运动 是吧 习近平镇压不了 也说不定这是 不得不大的逃过 这个学习奖进国 开放党籍报警 也不能排出这种可能性 是吧 你不干 不干 就军头们就变成军阀林立了 是吧 你习近平也保不住的钱 那不如干脆就选举了 是吧 就单愿这样 不需要通过一场战争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那麻烦大了 你看现在俄乌战争还没完 你看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 是吧 你看的是 这是他们一观之 其实零零心痛 我老江这个人就是比较善良 也是比较傻 傻 总是有什么事 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从我目前感觉来看 事后这个世界 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 挡不住了 好 谢谢